好,谢谢高帆 好了,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朋友 15年的时间头发留了两米多长 可如今她想为这头长发找一个买家 这两天陶女士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麻烦 打听一下才知道 原来今年35岁的陶女士 头发已经留了整整15年 15年未剪的长发最近经常让陶女士既感到头疼又不方便 那么她的头发到底有多长呢 那么我现在手里就拿到了一根卷尺 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一根卷尺大概有一米五长 我们先来量一下陶女士的头发有没有一米五长 哇,不够 大家可以看到陶女士最长的头发 几乎这个发烧几乎是已经到了两米五 我感觉我现在就这样随便窝了开开这种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看到这样头发是根本扎不住的 这可见陶女士平时扎头发得需要多长时间 太扎了,你叫可妈妈留意吗 两米五长,舍得捡 就了,就了 刚刚陶女士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她遇到的最大的麻烦 当然就是洗头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了这么一瓶200毫升的这个洗发水 她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到十次就可以用完一瓶 而她用的最废的啊 就是像我手中这么大一桶的这个护发素 那么这个护发素它的净含量是800克 但是陶女士说不到五次啊 她差不多就可以用完这么大的一桶 那刚才陶女士也告诉我们 在三年多前啊 曾经有一个人表示想把她的这个头发收走 当时给她的出价也是比较高的 但是陶女士并没有想着那个时候把头发剪掉 但是现在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炎热 加上陶女士说啊 这个长发确实给她日常生活中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 所以陶女士现在很有意象 想将她这个两米五长的这个长发出售出去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意象 不妨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3145678 昨天先一位李女士给我们打了热线电话 说她在 说她在这儿 怀疑